公司里的那个撞墙啊 大家在新版本当中 在游戏内的新设置 一个叫做位移碰撞提示的这个功能 可以帮助大家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在设置的操作分类当中 勾选开启位移碰撞提示 这样你的技能放能不能撞墙 能不能过去就质不了人 很直观了 对 但是我们比赛不要到下周 也就季后赛才会更新 是的 那波撞墙确实是那个墙太厚了 他也没有选好角度 其实老老实说往上走 我都觉得没问题 对对对 他就跟大部队走也是没问题的 是的 来看看这一局吧 像刚刚朱虹老师说的 就是老林卷是搞得的心态有一手的 上一次的扁确 这一次的龙斧双边 而且两次的交手 Fly的狂铁都获得了MVP 主要是上来就先给你来一局 你懵懵懵 对 第二季 还是那句话 稳住心态 心态好好稳住 还是得调整一下 好 这一局 搬掉了公孙礼和莫子 狼队这边是搬掉了大乔 反正就是不给 先选择的是不给腰刀的这个公孙礼 用过就是不给了 对 然后海悦搬掉了 看一下这把鲁搬负子 这种阵容会不会掏 鲁乐行动 鲁娜 一抢鲁娜嘛 这张良也在外面 就看狼队是想要 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打这个点 呃 他这把搬莫子 是有点露娜首约的意思啊 亲在怀疑 但其实 首约也可以跟 就莫子也可以跟她打这套 就可能怕的是被对面给拆了 对 上一次不就是莫子配孙上香 刚刚 橘又金点圈那套打她的露娜首约嘛 对 哦 下后蹲 撑了一下琴棋的强度 而且在正面可以顶 怀特组合 网上军被拆了 把真军组合拆了 他上一局已经用了 但是 8的话 其实现在也不好接了 就是 他拿怀特 现在要考虑的是 一会儿 哎 我刚刚还这样说 就是如果拿张良的话 就相当于跟拿名士影差不多 这把我 没前排 对 我其实想的是 你既然王上军已经用过了嘛 对吧 那佛山第二季 或者说重新狼队这边 可以手 可以选一首三楼的异星啊 把异星点出来 或者说是第二季可以把异星给拆了 就是也是一个补控的点嘛 但是这首张良就真的是单纯为了去 前期出节奏 包括恩这首露娜 嗯 但是那个点 就你跟名士影是很像的 只是使用的方式不一样 你都没有前排 对 那你就必须前期是出优 得出节奏 看一下后续的班位 刘邦处理了 他张良摁到之后 刘邦给个大 哎 对 因为上一场 像佛山第二季就是这样子 嗯 同步的露娜就飘起来了 嗯 安齐拉 把你的组合也给绑掉了 鲁班大师还是送走了 就是不想给你搭配到 太舒服的 因为第二季现在上半途 已经做得还不错了 强度是够的 而且 要是给一个父子啊 或者说给一个黄中啊 移动炮台 这王老军再配合夏侯尊 压塔压得太厉害 四一的话 这套阵容有点猛啊 对 然后一星也没有办 还是给了 那给了就是拿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 如果第二季真的要想把 就是狼队的这套阵容 做成小抗一个代看团的话 他不如把王老军这一手 换成一星 这样的话也可以节约 自己的一个班位 甚至是可以 就是更好的限制对面来切C 对而且一星的话也可以反手来克制一下这两时 但这局我感觉更关键点还是在于梦兰的这个加罗能不能够发育起来吧 因为上一局也算是一个围绕他的点 就公司力跟太义嘛 是围绕他的 只是风格不一样 对 这个是个前中期八力的射手 哦 换了个格亚 换格亚了 那这局也还是前中啊 嗯 不太想拖的意思 安格亚 格亚的大招 黑沙爆弹 就是很限制很多英雄 腿短的 那就是格亚和王老军的那套组合了 双圈流 那套组合 这套组合确实打团很厉害 就是你走不动 对 尤其是异形团 而且你如果这局比赛还是一个像这种无位移射手的话 我只要框到了 并且王老军大招挂上了冰冷效果 那基本上你就在我的黑沙爆弹里面享受满我的轰炸 是 然后看到狼队这边的发育录给药刀拿了一个加罗 抗压了这把 就这把加罗是点盾是点得快了 像是点张飞点夏侯 但是你要想的是如果冲过来 靠一手张良可能不太能保 但他们有个异心 就是前面第二季没有去选择的这个点 他能够很好的保C 这把狼队这个阵容 还是比较绝的 还是一样不能有太多的失误 对不能有失误 就是他可以军事或者小猎拖到大后期 但这个阵容如果要是在中野斧的节奏上打出了优势 那他基本上到了中期开始 前期的话上半图下落特使没有办法跟夏侯敦打的 对 但是下落的话如果加罗跟戈亚去对剑 如果是一对一的环境是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这把狼队前期拿了优势 孟兰说这把没我 对 对 玩不了 打不了 打不了一点 玩不了一点 看一下阿改的召唤师技能 带了一个电 去断控 对 而且张飞带电的话是可以去开团的 对 他二斤上去一个电甩个一一个大 就瞬间把团给开起来了 对 但这局还是看他们谁上去吃这个链 最好是让阿改去吃 这把链吃的人还挺多的 这把链 你要看张良恩不恩你 也是 夏侯敦的话如果真的要是按到了夏侯敦 那这个团战就打不了 打不了 对 你如果按夏侯敦的话真打不了 因为张飞就在旁边可以拆火 而且这局比赛对 双前排互保 来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的比赛 蓝色方佛战第二季 红色方成长队 我是瓶子 我是老王 全军出击 莫兰飞 莫兰飞 战士统长 战士统长 看下开局直接上去再来一下 我以为要让他叫闪了这不 这就是单身快干扰点 还重录 他改掉了 在这个位置被打掉 应该是没有血 那这个红buff还是不好守 又来了 戈亚是去抢线去了 残血戈亚还是不能露线 把红buff反掉 再一个一技能往回拉扯一下 闪现过去挂一个兵 看有没有技能持续的在A 再来一个一技能收下了小胖 红buff回到了清风的手中 这一波直接往前追 交出了闪现 打出了被动 再一下收下了一星 再来顺势反个蓝buff 孟兰这一下拿了一个人头 打得太久了 就你这个红太有执念 对 已经拖了很久时间 其实可以早点退出来 去打自己的野球节奏 而且刚刚中路的位置 阿凯已经先倒了嘛 就是你要反下来的 你要保证自己能退出来 那是赚的 对 还要进吗 看彭彭的明文啊 带来十个星眼 十个红月 十个狩猎 三十二的攻速 还是拖时间 自己蓝buff已经掉了 小胖这里 但还是不好进 因为下午盾靠过来了 下午盾还四级了 就是 之前就是很 以前狼队也有过这种情况了 就是进野区 然后待的时间太久 孟兰已经提前去下路 把兵剑给抢了 二级过来的 但是说上来是被妖刀给点残了 但是妖刀也没蓝了呀 对 那波我以为妖刀交闪先上去点他了 那不敢 这要交了闪 一伙对线都难受 我以为他会交个闪上去 直接把孟兰的一线拿到手 因为孟兰那个血量 其实差不多就差加罗的一下 你说最后剩一次的时候 对对对 就那一波 可以看到妖刀很纯穩了 看一下这波阿凯啊 阿凯上去跟他对A的 然后场线 对 场线 这一波抢完之后就可以走了 那还在A 想要多打点血啊 是的 那正面哥要倒了 被开了一下 赵怀真跟了过来 应该是小胖过来 补了一个 对捏住之后 再接一个波名剑名 拉到两个人上去 再A一下小胖二连击破 这一个沉默 第一段打到第二段 没有中清风 要是被冻着了 是 但是这样子 一波然后没有人跟伤害 反倒再被开一个 小胖这边二连击破呢 让他发育太舒服了 嗯 赵怀真如果太肥的话 中期你处理不了他 你没有那么多的伤害去限制他了 打得很轻 看得出来复战第二季是利用王老军不断的在帮下啊 对 是要去帮孟兰打开节奏 嗯 他如果不帮的话 下路造一个EV1的环境 腰道就太舒服了 因为上半途的话 其实在刚刚小胖拿到那个 就两个人头之前 啊啊 第二季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对 就只要管下就行了 来看一下这一波 提前端 首先翻翻是没事的嘛 就是在这个草里 孟兰 脸探草被一技能推到了最后的脸上 再加上下路的一个二技能沉没 完美接控 对 张飞这个位置过去喷个大 但只喷到了翻翻 然后紧接着被连控到死 啊 位置太深了 是 但是 就又是那种基本失误了呀 没视野 嗯 那个草走不了 可能也是孟兰他没有想到对面会绕过来 对 因为阿改他其实是从河道走的嘛 嗯 所以孟兰在阿改走过的地方 阿改是没有看到 已经提前在那个地方敦服的人 对 狼队是先了阿改一步 站在那个草丛里 所以在孟兰的视角里呢 阿改是帮他把河道炭干净了 没有人 但实际上在重新狼队的视角里是 视角里就 我已经提前蹲好了 因为那几个草都还没有炭 对的 他还是先了佛山第二技一步 现在就是经济持平 但是对于狼队来讲他更舒服 嗯 他只要能保证后面下路的发育就行了 现在 哇 这一波二技能在后面躲了拍太细节了 那中路再一喷 想要压 一技能拽两个 但这波网络队上还跟上了 可是路上的天天捏住了 彭彭扛了防御塔的伤害 直接被带走 帮孟兰背后叫做闪现 但还要往前追 可是有一个野怪帮孟兰加速 很难走了 这波Fly也来了 是的 扛了防御塔一下再吃一个二技能 下路特 巡光三小剑 预判 有再来一个被动 清晶光盲剑收下了孟兰 稳定拿个人头 嗯 就是从对面的蓝球打了一波 靠过来支援又打了一个 又拿了个人头 DRG这波就想 我中路人都因为看到你在我家蓝球已经漏了两个了 想要直接强行开 但是被小胖的赵怀真太多的霸体技能给规避了 很多控制 这个局面是让DRG很痛苦的 他原本是想我下路过来帮你 你一个张良 我是张飞加王昭君啊 对不对 而且我上野是露娜加上夏侯敦 你是赵怀真加上夏洛特 你怎么跟我打 就在下路的时候 确实那一波打完了之后 这波影响很大 因为经济拉开了 对啊 然后你在中路这波你想以多打少 你打一个点可能拉出来就好了 但是你强行上头了 你就真走不了了 哎 这一波一闪跟上去 补雷波伤害 配合清风的大招收下了翻翻 没有闪现的张良 被抓住 嗯 这波是让弗莱在下路带线 然后DRG这边爆了一波大团 进到了红区 他们的视野是好挤的 因为这把是双前排 是 狼队这个阵容就只能让小胖去开视野了 或者让项羽的棋子去探视野 他们探视野一定要人棋 就是要准备接团的那种 对 就看到人直接动手 对 如果犹豫的话就会被拆火 嗯 这波都靠过来了 但是DRG是先抢完中 哎 大招上去挂个一 被波音键没拉到 打开这盘 这波没动到 但是一心外面之局 框了一下位置 张飞也跟了过去放了个大招 没有留下人 有霸体规避 但是你要往那个 哎 这波是想要堵一下回中的路线 让夏瑞特直接去带中 想要对中一塔有想法 卡住红区的这个口子 对 这个口子也不好走 阿盖手里没有大招的 直接把线运进去 狼队直接动手 推掉了火山第二季的中一塔 发大了一波节奏 对 等一下孟兰状态 交了个闪现 王上军给大招 没有动到人 露娜过去交出闪现 没有被一技能标到 小胖的位置 过去想开 波音键面没拉到 力力不够 他想要去跟妖刀接combo 还是有点远了 妖刀的剑是够长的 小胖的这个一技能的拉 就没有那么长了 因为阿盖的位置靠左 所以第一时间就看到了小胖 是 他刚刚那个拉 如果要是跟妖刀接上 确实一个比较不常见的combo 就是一个波音键鸣的小控制 再加上一个沉默 你看蓝区的这一波 就是减速黏到你 直到你没闪现 你不要太久了 对 但是刚刚下路那波 狼队的反应非常快 他们有异性这个点 用大招去救了队友拆火了 立马转中卡你的位置 压你中一塔 没错 他们是从中路的二塔 就是从中路的一塔 这个过去 然后到下路来做解防 然后再从下路的二塔 被打退了以后 从二塔赶紧直穿野区 到中路来卡位置 他的路线时程是比你短的 对 但是第二季刚刚那波下路啊 就是想 想要造击杀 你想开没有问题 但开的是相对较肉 或者说是更灵活的英雄 不太好留 他如果要是下路造成击杀的话 那中路的一塔就不可能掉的嘛 是 这波下路想追尾交闪了 这双大招全部被闪现给躲了 很果断 但是回头开龙 必须得开龙 上路的塔掉了 对 要换资源 加基现在稍微有点急了 就是想要着急开一波团 想把团打起来 那就被重新狼队一直在带线 一直在推塔 他们现在解决不掉的点是 好像 棚木不太敢牵手进去 没有人进去卖 这个张良的大招一直不摁 然后被狼队转图了几波 这个运线运的很难受 真是啊 从一开始阵容出来的时候 老王就说了嘛 你这阵容如果要是捏下 我对你就没了 但是如果你不捏路 那就不敢进啊 他这波自己在最前面啊 在他的最前方啊 这个也是 你可以不捏 就很突然 但你不能伤害自己啊 他这波站位太靠前了 你跟张良 他估计也没想到 迎面出来的时候 对面是四个人 大节奏 终于塔掉了 蓝区也掉了 不来 他能走掉吗 二技能没有走掉 闪现交出蓝 再被追上去 然后哥亚说下人头 刚刚那个二技能 也是因为强太厚啊 没有过强成功 对 然后黑莎包带一直给你吸过来 很难受 接二连三的一个掉点 这波节奏很大 终于塔和蓝区 现在两边终于塔都掉了 那视野可以说是平等的 啊不对 是DRG有 他双前排 对 而且狼队的这个阵容前面就说了 他是怀特组合加一个 不算前排的一个游走英雄 就是张良嘛 所以他们的视野一定会受限的 对真的就一波打回去了 嗯 一波把前面丢的全打回去了 你经济没有控住 你没有去给DRG野区压力 是 你大部分都在压塔 这都是固有资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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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再来一个切 就想切孟兰 击击后面切滑到了孟兰 带高二技能 最终还差技能 但是被孟兰顶住了 孟兰身上是有大吸血 大家吸了上来 真的是差一点点 是的啊 然后孟兰在后面切人也没有回来 孟兰这边是进场的时候 被翻翻的张良闪现躲了一下 断大且被摁住 对 然后被激活秒掉了 这就还是那个点 你进来如果没人帮你拆火 你很尴尬 孟兰这一件大吸血出的是有意思的 就是差了那点 如果没有这个吸血的话 可能就真倒了 对 Fly这局的发育也非常良好 是 又来了 上去 这波看到1169闪现 回头一星外面之局 框柱加入直接点 再来一个二技能 这波能保住 这边捏住了王道军 但自己没了吧 哥亚从侧边直接杀进去 再来看怎么能点住 一个巧合不合 收下了 加罗拿到了双杀 孟兰的小摩托变成了小飞机 中期的哥亚现在作用打出来了 对 伤害非常高 但是我看第二技G20在那开团 真的 每一次对面都有闪现 这波即便你交了闪 还是给你留住了 对 这个地形不好 地形不好 口子太差了 嗯 这波要到第一时间交闪了 但在正面打住 打了太久 而且翻翻这边是被吸过来了 虽然捏到了王道军 但是没有太好的输出 能够第一时间跟上 没太多的伤害哥 嗯 白兽这把贱人就开 在你开我之前我先开你 阿改射绕到位置之后 有好的那个喷大的机会就会开 对 他把人逼走 把狼队的技能全部逼出来 这时候孟兰进场 进行操作 狼队这边选手的状态是不错的 就是反应很快 他们每次看到阿改要喷 都是用各种的位移和把体去规避 都去躲 那蓬蓬的热点图 那个就是他刚刚被摁的那个位置 最红的那个点 在那个地方停留的时间最长 太久了 他也不想啊 他们现在需要解决就是 进场的时候要帮帮拆复 白兰那个点因为一定会去摁他 嗯 但是现在如果是狼队要解决 最棘手的问题就是 打团的时候 阵型很重要 地形很重要 没有好的输入环境 加入都不敢点 没错 张飞来了 直接跳塔后 把队友破掉中路的二塔 没脾气啊 顶过来的话 解决不到你的前排 嗯 没啥波弹 又逼了小线 没啥波弹 一闪没拍到 被招团就拉回去 这后面就去框住 直接在塔下框住了 一群人框住一整个队 先把夏侯盾带走 这波还要往前追 开了奔狼 但追不上了 搭的还是比较稳的 这波像鱼的框 框了一身冷汗啊 就框了五个人 但我觉得狂队确实求问 要不然真的五个人冲上去可以的 对 刚关键神的一个角落 插了佛珊第二季五个人 挤在了一起 那万变之局的一个角 他们就是怕阿改喷大 所以没有着急冲上去 对 慢慢磨 那天又打回来了 高地翻打 那波百兽的一闪直接过去 如果空拍 空拍以后他没有技能能回来了 因为对面也交了 我已经走了 对 来了 上去想拉人没拉到 被黑砂包弹给限制了一下 王龙锡在给大招 逼出了小胖的大招 看这个暗影主宰 阿改的张币还没有大招 但是状态不好 只能往后撤了 没错 小胖被打残了 这狼队刚刚尝到了天头 不要着急 这外面的资源能抢 就适当抢 人家不能抢的话就还是放 第二季这边把这条龙一控 看能不能把这个中路的高地给他突破 就是如果你要稳稳的幸福 就是靠张飞的大招 稳稳的把人喷走 推一个高就走了 对对对 因为这局比赛阿改他其实可以不用留大的 他手里有一个晕眩 还有一个冰甲 他等于是双晕在手 加自己的大招三个控制 算上他就是普通形态的一技能 那四个控制 他怎么都能够断掉翻翻的大招的 对控制不要太多了 对 还有各种软控很多减速的技能 我的建议是拿到这一波龙 第二季如果想上高的话 最好的办法是让阿改上 不是让白兽上 对让他跳上去 直接把人喷走就行了 对 要稳定退高 但对于狼队来讲 我还是翻翻 我就藏 藏啊 我就藏 这把翻翻肯定是在最后面 一定不能让阿改喷到我 对 夏洛特切哥亚还是有难度的 哥亚太灵活了 对 中路都残血的高地直接被腿了 嗯 然后再转上上路放的是大龙斌 解决不到这双前排 都不敢往前站了呀 嗯 处理不了这双前排太顶了 腰刀也点不动 直接腰刀 开锤刀 但是一个黑杀光弹把他逼了出去 把龙斌运进去 一张位直接喷大招 喷到了两个人 在正面这个黄龙斌也立了个大招 赶紧往回退 但是加没了 让我们恭喜佛山第二季 这一局比赛 我可以说百兽打得真的很好 他的这个夏侯敦 几波关键开 开的都很妙 但同样的跟上局比赛的佛山第二季的一个问题 都是发生在中佐草 你说这个中佐草到底有什么魅力 就是打了一波团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就网易变倒了 对 而且这一局哥亚 孟兰的哥亚真的是发挥出他的效果来了 是的 中期站出来了 就是夏侯敦的开 百兽的开 加上孟兰的哥亚的伤害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评论席 嘿嘿 这个第二季第一把 感觉被打蒙了之后 到了第二把之后 进入到自己节奏就还可以 前半段还是有点懵 对 前半段还是有点懵 就可以发现狼队如果不跟你接架的话 他会很难受 就加技很难受 但是突然打了打的狼队突然跟你接了 你可以发现后面狼队就一直在跟你打一个正面团 一直在跟你进行一个野区的一个碰撞 对 你可以发现一旦进入到第二季的那个打架节奏之后 狼队其实这边的话感觉有点招架不住了 因为他这套阵容的话 他是一个四宝一加罗嘛 阵容的伤害点没有那么多 尤其是在 就如果说他前面能够保持狼队那个运营优势的话 还是行 尤其是那波中左张良掉了 又把夏洛特击杀的时候 那个时候经济拉回来了 对 其实我有一个点就是感觉就是 翻翻翻翻翻到张良这把的一个站位 非常的靠前 太激进了 因为一般的话张良的站位其实都是比较靠后的 比如说在后面他拿出选择 还是用来针对露娜的 其他在后面等露娜就行了 对 视野方面的话就让赵怀真去踩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翻翻了一个失误吧 相当于是 但相对来讲的话也是 也是那个第二季抓住了他这个阵容的一个弱点 对 就是因为你这个阵容是一个单前排 是一个赵怀真 赵怀真要刷野去 然后夏洛特也要发育 然后加罗也要发育 你这个阵容是一定要打三线的 对 那就意味着你的赵怀真在很多时间点是没有办法去占视野的 实际上就给到张良的视野压力是非常大的 你看这把 实际上基本上后面翻盘就是两线 就第二季在打两线 然后想办法开 但是其实有一个点就是 就是狼队这边可以做到一个点就是 他可以不给你这个 就是我这个视野我不要了 我赵怀真不在我就不要这个视野了 我踩这个视野也没有意义 你来了我还是得放这个视野 那我为什么要去踩呢 就是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他们没有做好的点 就是我觉得他们没有做好一个均衡的一个点 就是什么都想要 而且现在的这个局面是怎么样 就之前狼队翻翻使用到张良的画面是怎么样的 我不断的通过上中上转中上转 这加罗基本上是一个放映的一个态度 然后去打出自己属于自己的节奏 但是当第二季的对抗强度一上来之后 明显狼队不管是从视野端还是从节奏端 都已经开始出现那个被动接驾的局面 狼队是中间有一波我不知道大家还记没记得 就是那一波第二季去下路去想越下路的一个一塔 但是无功而返的那一波 对 那一波实际上狼队已经意识到了 第二季就是要跟你两线要打架的 要打强开的 他们已经意识到了 但是他们的选择是 我觉得我打两线是可以跟你接的 而不是我要去做更多的一个B站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可能要去考虑的一个地方 本局MVP给到了孟兰 戈亚 对 是这把的我心目中的MVP 除了戈亚之外 戈亚这把毋庸置疑 但有一个人非常关键是王昭军 是 王昭军这把的就是在加罗已经起来的情况下 他的大招基本上全都放在加罗脸上了 就让你起来之后没有数换 因为我们说他是个单前排 他单前排没有办法像对面那种两个一起往上挤 我可以踩着那个兵鱼往前走 他作为一个单前排 王昭军一放他脸上 那加罗是真动不了 是的 这也是还是要说到那个点 就是你在对面技能释放 比如王昭军风浪大招之后 你可不可以选择B站 就你有没有做好B站这个准备 就是比如说我四打非打 我这波可能要跟你碰撞 我给你稍微碰撞一下 但是我不跟你打 就第二季会非常难受 对 这波的时候就是 应该就是打两线 第二季这波就打两线 然后也给狼队提了个醒 他知道对面要打两线了 下路那波就做B站了 你可以发现就是回放里面很多次翻翻 就是视野很耗前 就是赵怀真还没来采视野 就是他看到人的第一反应是我要跟你打 对 就他不是想着就是我把视野放掉了 对面来了我放视野 而是想着我跟你打 然后这波是要连着看 就是中左的那波张良掉点 加上这波下路特 然后到后面那个谈谈画面 其实狼队就特别依赖异星的这个框打 就王二军你看王二军一个大 黑沙包蛋一个大 这加罗没输入环境的 那天下本场比赛的语音会放 没关系他 你就觉得什么好整就整什么 对 你就拿你一样的 我们到时候分析阵容就行了 或者训练上去找选 是的 就正常打就好了 还好的 你说你说你说 没叫啥技能 他打的不快 他那个两个残我等会我马上来 他加罗没去实现 他没打他没打别不散 我马上来我马上来没关系等我到 我过不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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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打架我有电的 他加罗得回不去了 他残血 减数减数减数 来我送信去 我送信去 我在我在我在 减数能换能换能换 我在我在我在 这个也能打 我在路上我在我有电 我马上两句 马上两句 他死了死了死了 有被弄有被弄 NICE 有被弄 紫龙子龙他想开的 不用给 张罗没闪现 夏罗现在他差 他下心差的我在靠我在靠 OK你们先小姐 夏罗没闪 张罗传还有五秒 起左草起左草 来了来了你们跟着我 我闪还有五秒 哎 我还有一闪兄弟 我还有一闪 我有点远 他只有五 他只有五 我路呢要吗 我来了我来了 可以越可以越 要不然有人闹一下 我不知道我在正面呢 加罗没闪的我有大闪 我能留 他他他他 他在来要闪了兄弟 他抓了能来吗 来了来了来了 慢慢来 他爱过来了 别追别硬追就好了 没事没事 哎给我 电了能杀了能杀 能杀能杀 能杀能杀 我扛我扛我 死了死了死了拉一下 OKOK 再看龙妈看一眼 我没增没增 你还一个没他 2005 龙我可以放浪不用带上兄弟 不用带上 OKOK 他死了是那他过吧 他死了 加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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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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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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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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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一下来行吗 我不行我能拉接回来 我能拉回来 可以可以 我也死了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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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杀了 他没杀 可以 可以 nice nice 不到击 新血 新血 其实这段语音有非常多 就是体现第二件很可爱的地方 第一个是一开始就在这局的BP前 大家对于这个残剑 也就是泽 安慰了一下 甚至是选手安慰了一下 没事啊 什么好打对不起 因为地把被套路了嘛 对 怕泽想太多嘛 我感觉应该是他们能通过朝夕相处的感觉 通过语气 通过神态判断出来 则好像陷入到了一个有点小自责的一个地步 但是第一把算是有心算无心意 这种东西避免不了的 所以这个东西你不用很强的去思考这件事情 咱回去慢慢复盘 我觉得彭梦那个说的特别好 还有一点其实是第二集这段语音 听出来其实跟大家所听到的一些语音 确实不太一样 就是看到什么再去做选择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相对来讲提前亮可能说是没有那么好 但是这也是他们的风格 虽然没有什么提前亮 但是执行力是刚刚的 是 就是他们而且反应很快嘛 你可以发现很多波就是 刚好是踩到草里 刚好就看到那个草莲 刚好就开它 对 但是所有人都跟得上 是 就是那种刚刚好的感觉 第二季这个队伍就是我觉得可爱 和强的体现就在这个地方 他们有自己很独到的一些理解 或者说对于一些语音的一些体系 是跟其他的一些队伍是完全不同的 包括他们跟泽的这个相处模式 可以听得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其实现在我觉得 第二季通过第二局的这种打架的一种 这种模型吧 我觉得把狼其实打得有点猛 然后本场比赛狼有一个换人情况 归期换fly 一身换翻翻 打架嘛 打架就换个打架的游走围上来 其实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理解 我觉得换一身的话 可能就要套他的招牌苏裂 对 就是上来干架 他的风格就是打的 他不光是苏裂 实际上他的一个进攻型的游走 实际上一直是很强的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感觉 他们就有点是那种翻翻去玩一个软斧 然后一旦我想是上强度 或者是拿一些干架型的阵笼 我就换一身上来拿 对 就跟我们像在赛前去讨论的 RW那个中路轮换一样 不存在谁强谁弱 而是说谁的风格有更加偏向而已 对 其实我觉得在之前 就是一身是在Hero的时候 我们就能明显感觉到 他的一个整体的进攻属性是比较好的 而且在这个赛季 他的两场的这个大场的这个表现 其实确实是还不错的 我觉得需要 我看狼队是怎么解这个局吧 当然我觉得泽自己心里也是 还是门清的 就因为狼队的上一场比赛是因为打架 然后丢失了很多的节奏 所以这把狼队一定会把对抗给提上 对 包括龟七 龟七上一场的那个花木兰 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全是细节 这个点实际上也是非常 大家非常就是想看的 因为这赛季大家讨论那个新日选手 基本上都会聊到小落 但是一定绕不过一个人就是龟七 但是因为龟七的上场次数太少了 对对对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他一个非常多的一个表现 但今天又有上场一个机会了 也非常期待他在对抗路的一个表现 有一点嘛 还有一点是我觉得在今天这场比赛 可能主轴已经从第一局 虽然是狼队套路到了第二季 其实第二季算是反应过来了 开始用不断的打架来去找你的一些麻烦 但我觉得现在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狼是很胆子是真的很大的 包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上次我们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一次只能换两个 这个换人只是开始还是结束 这个我们都不清楚 也许还会有更多的变化 也许再会换回来不知道 是的 这也是第二季需要去不断思考的一个地方了 都要感谢官方协服合作伙伴Puma 请你支持 出装标配超神开黑 顺量为盈 时代秀不停 微信搜一搜 腾讯网卡免费领取赛事官方团战卡 公共处理等你来临 KPL春帝赛上海主场大屏 由周明科技提供高清显示心理转播 为您呈现王者时刻 看2023KPL春季赛上bilibili55直播件 关注优质UP主战号 必得青米玫瑰等游戏道具 当然其实对于狼来讲 我觉得还是需要好好思考一下 就是在比赛当中整体进攻点 跟DRG碰撞的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都知道DRG一直以来就以打架组成 主要上一把最关键的一个核心点是什么 狼队已经判断出来DRG要干什么了 他不是没一段判断出来 他很多波都是判断出来 但是自己没做好 他没打过你怪不了谁 就只能怪自己的细节和操作 就是站位问题没有做好 对我觉得是这场下场比赛 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 比赛马上开始稍微休息一会儿回来